欢迎您来到这个高烟的天赋堂 出席2023年的云龙子文昌红包的攀发仪式 今天是我们第一届搬出这个红包 今天我们搬出一个红包的同学有12个 两个红包的有11个 三个红包的有10个 四个红包全部拿A的 哇 有两个成绩很不错 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每一天孩子回来跟他吃饭的时候 就让他跟你说一说 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 就给他讲10分钟就好 说得好的零用钱多一点 说得没那么好的也给零用钱不过少一点 当孩子跟你讲他今天学到了什么 他在脑海里就过一遍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就好像温习了一样 一天10分钟 365天是3650分钟 我18岁那年也是个学渣 成绩烂到不行 在新加坡 烂到多差呢 要重读一年 可是那一年刚好这个达芬奇的画展来到新加坡 我就参观了这个达芬奇的这个画展 因为发现他不只是个画家 他还是个画学师 他是个工程师 他是个战略家 他是个建筑师 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这么多才华 一个这么多才华 这么成功的人 到底有什么秘区 原来我发现他只有一个秘区 就是秘区 在古代的时候 写字是个神圣的行为 我们像上天祝导 也要把他给写下来 焚烧送给上天 所以写字是神圣的 如果你像达芬奇一样 我想你的成就可能会超越我 因为我十八岁才了解这一点 所以写字是神圣的 就是神圣的 OAX! OAX!